制定函数目前我们如果做完毕之后 当然一定是从这边执行 之前同学执行的时候 他就想说跟上面一样按这个执行 他就跳这个 就是不对 因为他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执行一定是插入函数 他不是不像那个按钮 Sub才是从这边 所以你两边是不同的那种特性 方选有点是那种 比较喜欢问问题的学生 就是一直问问题 那Sub有点像是完全都不问问题 就一直做那种学生 他也不回应你 反正他就是做完就OK了 所以这种不同特性 方选有很多问题都会从这边 但是问题 他的有三个问题 如果他一次给三个东西的话 其实还蛮麻烦的 所以后面我有补充一个 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手机函数 可不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因为你看我要点一下 再点第二下 再点第三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蓝数很多的话 我岂不是一直点一点点很多下 才能够帮我串接吗 那可不可以干脆 我就这样一刷一下 因为其实Excel里面可以少一个范围给他 然后他就自动帮我把结果串接起来 那可不可以呢 其实当然可以 这个也额外补充 因为未来你一定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假如说我要把刚刚这个部分做出来的话 一你可以拿原来写好的程式来改 二的话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叫手机范围好了 也许你就不需要给一个范围 记得哦 如果上面改下面返环的名称也要改 所以这边跟这边一定要改 再来的话呢 我们本来是给一二三个引数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直接给一个引数就好了 那可是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给我的是一个范围 叫电信业者范围好了 实际上电信业者范围呢 指的就是这样刷过去三个东西 可是问题三个东西 那我要怎么接哦 特别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如果你给我三个东西 那我怎么去把它 可是你给我一个 那我怎么把它再变回三个 所以这个概念要有就是 他给我的是一个阵列 那什么叫阵列 其实在Excel里面的 这个储存格 一个就是一个资料 但是如果你给一个就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要阵列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分别拿出来的话 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缆跟列的概念 它这个范围呢 一定只有一列 对不对 那如果当然你选以后可以选两列三列 不过目前就一列 有几栏呢 一 二 三 所以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它的位置 假如说我们丢给一个A好了 A的话就是抓到这个正列 如果我要抓第一个资料的话 我就一之一就可以了 一之一的指的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 A什么呢 一之二 记得一定是先列 再篮 A一之三 就抓到最后面一个 这个概念其实跟Sales那个物件还蛮像的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将来呢 他给我的只有一个范围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范围呢 先丢给一个A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名称我自己取的啦 因为array嘛 我就array就正列 那我就取一个变数名称 用A最简单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当它执行程式的时候 那我就是先把这个资料先丢给A 所以A里面呢 会有三个资料的正列 OK 那如果说我要抓它里面第一个的话 那就是A 一之一 就得一斗点一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电信业者 就是放在A一之一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一之一 改成一之二 OK 这边拖拉过来这边改一下 OK 那这边门号莫码一样 把它一样 再把这个 其实你可以复制贴上了 我喜欢按ctrl键 这边改成三 好 程式改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一个范围 你就自己再切 如果是列的话呢 一定是哪一列 后面是蓝 哪一列哪一蓝 那你就把它切开来 一个一个罗布格坑再放 OK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做完之后 应该没问题吧 改没改多少东西 我们来试一下 做完之后执行 记得不是从这边执行 记得从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里面的话 一定是使用者定义 有多了一个使用者范围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本来会有123 现在只有一个 请你给我一个范围就好了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拉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放开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的资料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Excel或VBA里面 它表现正列的方法 一定是大瓜湖 有没有发现 大瓜湖 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那这个叫正列 所以大瓜湖呢 用来表示 是一个那个正列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分别抓出来的话 再串接 结果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底下看到结果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也OK 其实结果会一模一样 那差别只是说呢 将来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喜欢用什么 用范围啦 为什么因为这样一刷过去就好了 那当然现在只有三栏 如果你以后有四栏 五栏六栏七栏 更多栏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方法 一定会比刚刚那个方法好 好很多 有没有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制定函数的部分 改成油范围取得资料 OK 画面 一样 另外那个我所有的东西 云端白板上都有 所以 如果你有一些来不及的气 没有关系 我建议还是自己带个笔记本 刚刚写的东西 刚刚那一段 还有这一段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一个 空白加底线有没有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城市太冗长的话 你如果说要把城市缩短 像刚刚这一串 这么长一串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右边 你可能要卷轴 可是如果你想要把它换行的话 特别之外 你不能说我到这边自动 让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随便乱enter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是不合法的 如果你要让他变合法的话 请记得找到那个end符号 我的习惯找end符号后面 假设比如说你要在这边换行好了 我就找end符号 他的后面空白 空白的右边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底线 underline 关键就是underline的位置 一定是end空白的后面 然后你这个时候按enter 他就会把后面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当成同一行 关键其实就是underline 所以其实如果说 以后你城市写很长 那你要换行的话 你不能乱换行 关键你就找一个end的右边 多一个underline enter就保证ok了 就这个东西 你看你没有这个 他就ok了 当然你也没有 不要也没事 但是不过你可以多换行吗 想说老师我可以多换行 换三行各位可以啊 反正都多练习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呢 把刚刚的制定函数 改成制定函数来源 变成一个范围 就是一个阵列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换行 城市写太长的话 记得要用underline 底线 你不能用减 那个如果写错的话 城市他也不执行 那VPA最讨厌的地方就是 他一定要100分 他不能有一个错误 哪怕你是99分 他也算不及格 所以你会发现 城市就这样 一定要写到完完全全正确 他才会听你的话 帮你执行 所以 所以你要把城市写好了 一定要非常的细心 然后注意一些细节 只要细节没错 执行起来应该也不会错 但如果你假设还是错 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我又把 我已经写好正确的版本 都在云端白板上 甚至你如果实在是时间来不及 你可以先复制贴上 先执行看看 有时间的话 再把它删掉 重新再写过了 这个一定要再花额外的时间 如果你要把VPA学好 切记一定要实做 一定要花时间动手做